這個LONG到底是誰啊 不是 Jay Team拜託你們 你們這個上路如果他還在你們隊伍的話 拜託你們把他踢掉好嗎 台港號英雄聯盟聯賽金傳假賽 哈囉大安我是魚丸 PCS聯賽昨天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就是Jetting春季上路龍意圖打假賽 Rout調查過後競賽他18個月 Jetting也在隨後發聲明將他解約 很多人其實不太了解發生什麼 今天我就要來帶大家了解這次事件 還有告訴大家統神預言的真相 最後聊聊我個人對於電競博弈的看法吧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龍是誰 龍台服ID叫做我是吉娃龍 2004年出生目前還不到19歲 是個非常年輕的小夥子 他在這兩年韓服打上大師 積極的去測試各個戰隊 但當時一直沒有獲得青睞 直到今年初加入Jetting二隊 剛好一隊的上路阿越狀態不佳 Jetting索性直接開箱這個沒有經驗的新人 結果比賽打得不好就算了 還在季中爆發假賽事件 讓PCS蒙獸陰影 我知道他比賽打得不好沒錯 但真的沒有想到他會做這種事情 可能因為太年輕一時滾迷心俏了吧 順到一起Jetting原先的上路 阿越已經離隊去EDG二隊了 下地賽的上路將重新贏回車長 OK接下來我們來看看Riot的聲明 2023年5月31號 PCS聯盟方收到Jetting的回報 指稱馬玉龍計畫與一名已知 提供網路賭博和代打的外部人員共謀 以獲取金錢為目的而操縱比賽結果 回報內容指出決定進行的內部調查並收集的證據 例如螢幕截圖、錄音和聊天紀錄 決定直接約談了馬玉龍 在提出所收集的其他證據後 最終坦承了自己的錯誤 馬玉龍隨後簽署了一封自白書 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接受可能處理任何處罰和罰款 Riot更以授予馬玉龍發表陳述的權利 並提交了一份附加聲明 聲明也指出Riot是引述PCS規章 第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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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的規定將他競賽的 欸?PCS原來有規章喔 我們接著看一下8.1.1.1條的內容 共謀 共謀是指兩位或多位選手之間達成任何協議以代給對手不利 共謀的行為包含但不僅限於以下例子 第一放水 第二事先安排獎金的分配和或以其他方式來補償 第三從共謀者、選手接收或發送肢體、電子或其他方式的暗示訊號 第四故意輸掉比賽以獲得其他補償 或出於其他原因試圖誘導其他選手輸掉比賽 Riot在評估對馬玉龍應給予的適當懲處時 考慮了本案件的所有事實 以評估了是否存在減輕或加重懲處的情節 特別是Riot考慮到本案為計畫共謀未遂 並且馬玉龍在自白輸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此外共謀行為特別是企圖操縱比賽結果 是對賽事的公正性有著不利影響 且嚴重違反了Riot和PCS規章 此類行為還直接違反公平競爭 和良好運動精神的一般性原則 因此Riot決定競賽龍在所有Riot相關賽事中參賽18個月 所以像是瓦羅蘭他也沒有辦法參與了 最後Riot還強調上述懲處裁決與近期類似的案件作出的決定一致 接著我們來看J-Team的聲明 J-Team傑義文創有限公司宣布 與上路選手龍馬玉龍終止合約關係 經內部機查上路選手龍與特定人士商討協議 預從事假賽之行為 經比對相關證據後 確實存在可能影響比賽公正之風險 基於假賽玲龍忍的底線 傑義文創除暴請聯盟確認外 也立即對龍選手進行解約以及相關求償作業 OK看完聲明了 簡單來講就是本次事件爆發於5月31號 J-Team發現龍有意圖打假賽的行為後 立刻就回報給Riot進行調查 還內部調查收集了一堆證據 龍賴也賴不掉後承認錯誤 Riot最終判罰他競賽18個月 也就是一年半的刑期 這邊聲明提到一個關鍵喔 PCS聯盟方收到J-Team的回報 只稱馬玉龍計劃與一名以之 提供網路賭博和代打的外部人員共謀 要注意喔 用詞是計劃 計劃 計劃 代表打假賽的這個行為是沒有發生的 我再次強調一遍 打假賽的這個行為是沒有發生在PCS的 只停留在阿計劃階段 那麼大家應該很好奇龍蝕笨到怎樣 才會在計劃中被抓的呢 我聽說是因為有另一個J-Team選手被找去打假賽 結果那個選手很有職業道德 就反手跟J-Team舉報了 隨後J-Team跟Riot啟動調查 查著查著呢 龍才會被發現已經被拉攏了 Riot與PCS方這次執行的相當快速 畢竟台港澳電競已經被假賽重創過兩次了 經不起再有任何假賽行為發生 一次是2015年 Toys在FB用長頭指控 中共逼我打假賽 只是這件事後來不了了之 Riot在後來也沒有用規章處罰任何人 另一次就是有實際證據 且鬧得沸沸癢癢的2019年JGY事件 當時跟他同隊的上路黃金龍發文爆料 這件事情才被曝光 JGY受到18個月的競賽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龍被競賽18個月 已經算是非常重的處罰了 就算他沒有實際打假賽 還在事後寫自白書承認錯誤 依舊被判處與有打假賽的JGY一樣的18個月競賽 所以不用再說什麼 為什麼不直接永久競賽了 Riot在全球的食物上也很少這麼做 反正我敢打賭18個月競進後 龍也不可能再進入任何台灣職業隊了 然後有趣的是 統神在昨天Riot公告前幾個小時 發布了一支 他在6月14號看你行你上節目時的影片 他在裡面怒噴 這個龍到底是誰啊 拜託你們決定把他踢掉好不好 結果隨後Riot的一紙聲明說龍打假賽 還真的讓JGY將他給踢了 統神再度被譽為先知 我不是想潑冷水啦 我也覺得這個巧合很好笑 但這件事情爆發於5月31號 大概兩三天後Riot就傳翻了 所以6月14號的統神說不定早就知道 並且內心納悶事情怎麼遲遲沒有公告 隨後在實況上才無意間的提出來而已 另外這邊我順便補充一下 台港澳Riot電競史上被用規章處罰過的有誰吧 第一個是剛剛發生的龍馬 第二個是現在轉行實況主的微風 他當時因為韓服假冒4-4打嘴炮 被競賽一個系列賽加上3萬罰金 關鍵是競賽的時間點剛好位於季後賽 讓Made直接被HKA打爆 第三個是超進SE戰隊 當時因為資料不齊全被踢出LMS聯賽 第四個就是剛剛提到的JGY事件 最終DG戰隊被踢出LMS 而事件的執行者JGY受到18個月的競賽 第五個是東山與Breaker 當時兩人在韓服隊罵 雙雙被競賽一個系列賽與3萬罰金 第六個是KASA因為提早跳GAME被口頭警告 這件事情放到這邊 感覺跟我們成成哥在古蹟前抽煙被爆掉是一樣的感覺 第七個則要追溯到2012年了 當時史丹利在世界大賽時沒有一直看向前方 被裁判口頭警告了一次 欸?其實這件事情我沒查還不知道耶 只知道當時韓國戰隊有偷看作弊而已 不過判決中有說明史丹利沒有違反運動家精神 談不上什麼作弊或者是企圖作弊啦 純粹是無聊亂轉頭被罵吧 我之後有時間會帶大家重新看看其他聯賽的處罰情況 想看完整競賽表的我也把連結貼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在自己點開來看看喔 最後我想帶大家聊聊我對於電競博弈的看法 我個人因為在電競圈待很久嘛 也待過職業戰隊一段時間 所以我對博弈一直很敏感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對於有比賽或職業底子的人來說 電競博弈是非常好賺錢的 現在電競博弈五花八門什麼都能開盤 基本的誰勝誰負啊就不多說 還有像是玄角、守龍、守塔 或是守殺等等可以賭 以我們這種有豐富內線資料的後勤來說 很多項目根本就是百賭不輸的 舉例來說看到凱特林就可以拆他守塔之類的 我也知道職業電競的薪資對於新選手來說是很低的 對於一開始的我也是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靠這個賺錢 直到最近我離開電競圈了 收到博弈網站的工商也是堅決不接 因為我希望保持我內心的那份純粹 我堅持到什麼程度呢 我在2016年進入電競圈以後 我敢發誓網路上的博弈平台我都沒有下注過 也從來沒有指使別人去下注過 看似合法的台灣運彩我也是碰都不碰 最誇張的是連PCS台的忠誠點數 這種沒有金錢價值娛樂性的東西 我也是只下注當時我的隊伍PSG 而且我每次都是在賽前直接ALL IN 絕對不給自己操作的空間 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夠抬頭挺胸的做這行 不要給人任何質疑我曾經全力努力過的機會 有些人會說你不要下自己隊伍的就好啦 以你的資料應該可以爽撈一筆吧 可是我總會告訴自己不要陷下去 只要嘗過一次甜頭就絕對回不去了 我知道大家或許都會有鬼迷心俏的時刻 但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慾望 將自己一直追尋的夢想以及聲譽給踐踏了 而且像龍這次這樣的行為 就算只是打假賽未睡喔 也足以讓PCS蒙上一層陰影 所以千萬不要踏入 千萬不要嘗試 讓自己在未來可以回憶起 自己腳踏實地奮鬥的電競旅程 OK以上就是這次事件的看法啦 語重欣賞的講了一大段 最近台灣的社會非常的亂嘛 也希望大家可以過得更好 喜歡我影片的話請訂閱按讚分享 以支持我產出更多英雄聯盟相關內容 我是魚王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